吃完饭后,洛野就回到了隔壁 如今走毒已精彻底半了下来 洛野已经能构筑在家属楼了 当然,寝室他也可以回去 简单洗了个澡后,洛野光着上半身 穿着大裤衩就从浴室中走了出来 因为军训的缘故,他的身体 彷復被画了分界线一样 胳膊跟脸还有脖子是黑的 其他地方都更白一些 健壮坐在沙发上的苏白舟面 无表情地说道,穿衣服 不穿,热 洛野坐在了苏白舟的旁边 翘起了二郎腿 衣服这是我家,我最大的样子 下一刻,苏白舟的手已经摸到了洛野的腰间 先是一股凉素素的感觉 这是仙女学姐的小手碰到自己的触感 下一刻,是一股疼痛感袭来 这是自己腰间的肉被拧了半圈的感觉 疼疼疼疼疼疼 洛野一下子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然后冲回了自己的房间,将衣服穿上 这才回到了沙发上 他穿着吊带,哦不 对于男生来说,这是背心 而仙女学姐穿的才是吊带 一件白色的吊带短裙 下面黄眼的长腿并在一起 他只有在家里的时候,才会这样穿 洛野朝仙女学姐的方向贴了过去 然后被后者无比嫌弃地推开 离我远点 如果是冬天,那么洛野的身体跟火炉一样 让他忍不住地想要离他近一些 但现在是夏天 这个火炉,还是离他远一些吧 学姐,你把我当成工具人吗 洛野可怜巴巴地看着仙女学姐 后者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 这真是太让我难过了 学姐,我难过就想抱一下我的女朋友 话音刚落,他伸出手 搂住了仙女学姐的身体 然后一用力把后者抱了起来 放在了自己的腿上坐着 学弟,你知道你很过分吗 苏白舟的脸色有些红韵 但语气却十分平淡地说道 洛野并没有回答学姐的问题 而是搂着对方 深深吸了一口对方身上从书屋带出来的香味 道,学姐,开店辛苦了 文言,苏白舟微微一笑 道,不辛苦 下一刻,似乎被什么东西割盗了 苏白舟挣脱了洛野 急匆匆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同时说道 我去洗澡了,你早点睡 嗯 看着仙女学姐离开的背影 洛野脸上的笑容怎么也止不住 她跟学姐的合租生活终于开始了 不过,以后她更要克制自己了 要不然,一旦沉沦静温柔香 她就出不来了 每天每时每刻都会想要去沉沦 那她就没救了 而仙女学姐 完全拥有让她沉沦进去的魅力 虽然说要将最重要的事情 留到最重要的时候 但要是住在一起的话 她感觉自己总有一天 会把持不住自己 毕竟,她又不是圣人 而仙女学姐又是她女朋友 不过,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到来 她也会更加用心地去喜欢仙女学姐 有句话怎么说,脱下女孩子的衣服 就要为她穿上婚纱 而现在,不算怎么样 不管发生了什么 她都想为仙女学姐穿上婚纱 洛也只想谈一次恋爱 一次就谈到最后 而一年的时间 他们已经见过了双方父母 并且都得到了认可 等学姐大肆毕业 他们就可以订婚 再过两年 她毕业的时候就可以结婚 光是想到这件事情 洛也就感觉自己非常的幸福 又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后 她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因为军训的缘故 她只能在晚上更新小说 到凌晨一两点才能睡觉 很快 军训已经过去了数天的时间 军训第四天傍早上 天气阴凉 洛也 李浩阳 沈桥 唐恩奇四人 一共四个方队 男女身份别两个方队 大家聚在一起 围成圆圈 而圆圈的中间 用来表演节目 首当其冲的 就是唱歌 任何节目表演 总是离不开唱歌跳舞 能在军训闲暇时间的表演中 拖影而出的人 往往能够够获得 优先子偶权 除了唱歌以外 李浩阳的方队中 一个男生站了起来 自告奋勇地表演了一段 B-Box 也就是比暴客丝口技 好像在各种表演中 这类表演也十分受欢迎 更重要的是 这个技能很帅 结束后 一个脏便心声 上来表演了一段Rap 很精彩 但是比起王大锤的Rap 还是稍逊一筹 唱 跳 Rap 篮球 锤歌是无敌的 洛野哥 我想跟杨思蒙想合唱一首 文言 洛野回头看向了身后的郭冰 啊 可以啊 你想唱什么 有点甜 听到此话 洛野微微一愣 思绪中 似乎回到了一年前 片刻后 他意味深长地笑道 好 你去唱吧 嗯 谢谢洛野哥 郭冰站了起来 走到了方队围城的圈圈中 他拿起话筒 开口说道 大家好 我是一赢一连的郭冰 高三的时候 一直听说 毕业季就是分手季 我不以为然 然后跨越了所谓的分手季 跟我女朋友 来到了同一所大学 同一个专业 我们已经在一起三年了 此言一出 众人发出了一阵奇声声的惊呼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心一意在一起的情侣 已经成为了令人敬佩的人 而在上一辈中 这只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而已 接下来 我想邀请我的女朋友 为大家合唱一首 《有点甜》 话音刚落 一个戴着眼镜 没有化妆的短发女孩 从唐恩齐的方队中站了起来 见状 热烈的掌声响起 伴随着甜蜜的伴奏 两人走到了一起 手牵着手 共同合唱这一首歌 看到他们 洛野想起了曾经的他跟仙女学姐 原来 那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说起来 和去年一样 军训结束后 也会有迎新晚会 他要不要去 唱一些什么呢 然而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徐熙年的注意力 全程都不在表演上 而是时不时地 盯着自己的手机看 上一次 秦玉文回他消息 已经是军训第一天 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了 他感觉到了一股 摇摇欲坠的感觉 以至于 他在这段时间的军训中 表现得最为优异 用身体的痛苦 来忘记精神的折磨 也让其他人 再也没有怀疑过 洛野的判断 徐熙年 就是最配当班长的那个人 但怎么都没有用 他跟秦玉文的这段关系 就像即将结束了一样 没有结果 洛野转过头 注意到了超级真淡的表情 他能理解这种心情 所以 他不准备做事不管 他拍了拍徐熙年的肩膀 到 学校对面有一家书屋 军训结束后 你可以去看看 单挑 我们要看单挑 似曾相识的吆喝声音响起 李浩阳目光如炬 犹如不败战神一样 从地上站了起来 随后 他看向了田一龙和王伟两人 满脸认真的说道 一起上吧 此言一出 洛野跟沈桥对视一眼 都能够看出彼此的震惊 要知道 寝室中唯一一个老实人 就是教练 他竟然会说出 这种自傲的话 这不像他的风格 他跟徐小佳分手 大半个月了 不会是想趁着这次机会 发泄一下吧 田一龙和王伟两人 也感觉自己受到了挑衅 虽然李浩阳从高中的时候就在健身了 但他们可是参军两年的军人 也许训练时间不如李浩阳 但训练强度和技巧都远超后者 一打一李浩阳都不一定能打赢 更何况一对二 好 阿姨下看热闹不嫌是大 当即拍了拍手道 注意分寸 加油 三人站在了方队围城的圆圈中间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现场一片安静 四周涌起了一阵剑拔弩张的感觉 下一刻 李浩阳如同蛮牛一样 朝着王伟跟田一龙冲撞了过去 完美的肌肉 就连爆发力都是完美的 只不过技巧不多 破绽百出 但田一龙跟王伟可都是堂堂正正的军人 即便是可以用武术 轻松化解掉李浩阳的力气 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 而是来一场真男人之间的力量比拼 田一龙率先出手 伸出双臂 接住了李浩阳的蛮牛冲撞 剧烈的冲击让他后退好几步 两人的双手推着对方 场面一度僵持了下去 但在纯粹的力量上 田一龙落后于李浩阳 眼看着田一龙就要再度后退 王伟终于出手了 两个人的力量远远大于李浩阳 瞬间就让李浩阳后退了两步 他咬紧牙关 爆发潜力 用力支撑住了自己的身体 李教官 加油 李教官 加油 田教官 加油 王教官 加油 每一个方队的新生 都在给自己的教官加油 而李浩阳一个人推两个 虽然稍落下风 但这幅场景 给在场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算什么单挑啊 这跟斗牛有什么区别 阿姨下摇头说道 你不懂 这是真男人的浪漫 沈桥轻声说道 我不懂男人 那你懂女人吗 听到此话 沈桥愣住了 他还真不懂女人 毕竟 他跟小雷虽然在一起一年多了 但是谈恋爱后 真正相处的时间 压根就没几天 甚至一天都没有 他们是在高考完的暑假在一起的 还没见面 小雷就出事了 我懂 洛野满脸严肃道 他可是有着一年的恋爱经历 无比丰富 自然说自己懂女人 文言 阿姨下微微笑道 你只是谈了恋爱 我可是当了二十多年的女生 既然身前 李浩阳虽然强悍 但一个人的力量 终究还是比不过两个人 所以 很快就落败了 下一刻 阿姨下站了起来 走到了场地中间 然后对着洛野勾了勾手指 道 洛野同学 我来挑战一下你 话音刚落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洛野 他的头歪了歪 露出了茫然的表情 伸出手指 指了指自己 虽然什么都没说 但神情已经表达 出来了自己的意思 我 阿姨下点了点头 道 我们女生的身体素质 天生就比男生弱一些 我一米六五 你一米七八 还有身高优势 所以 即便我刚刚退伍 跟你单挑 也算是公平 单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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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人再一次开始起哄 而洛野还在犹豫 跟女生单挑 稍有不慎 这可是 能惹学姐生气的大事 不能轻易答应啊 不过 大庭广众之下 在新生们的期待下 和其他方队的教官互动 也算是正常接触 而且抑郁女孩 本就热情开朗 在阿姨下的眼中 单挑就只是切磋一下 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只要注意分寸 就没什么 过度的抗拒 反而不太好 洛野站了起来 来到了阿姨下的对面 阿姨下和洛野的单挑 让女生方队欢呼了起来 帅气的阿姨下 让女孩子们眼中 星光闪闪 帅女也许不斩男 但绝对斩女 小心咯 阿姨下上前一步 挥出一拳 洛野伸出手 抓住了阿姨下的手腕 然后瞬间松手 跨不到对方身后 三四个回合后 田一龙惊讶道 洛野同学这不是一般的武术啊 什么 王伟疑惑道 怎么不一般 在军队的时候 我见过特重兵的训练 洛野同学的身手 虽然有些生疏 但也能够看出来 应该是 经历过特重兵的训练 什么 他经历的是特重兵训练 嗯 当然 我不是说洛野同学 相当于特重兵 只是说 训练他的人 一定是特重兵 换句话来说 他家里的长辈 有特重兵 可能还不是一般的特重兵 这么厉害 不过感觉洛野同学 跟阿依夏不相上下 嗯 毕竟阿依夏刚退伍 洛野同学只是业余的 两人打了十来个回合 谁也没有打过谁 不过阿依夏看得出来 洛野并没有出权力 而且交手的时候 有很多顾虑 似乎是不想跟他 有什么肌肤接触 他微微一笑 道 我认输了 正如他之前所说 女生的身体 本就不如男生 也许他 可以用技巧打赢男生 但打不赢 本就有底子的洛野 回到方队中后 阿依夏坐在沈桥旁边 问道 现在你懂女孩了吗 懂了 沈桥意味深长地说道 男生看重结果 而女生看重过程 所以对于男生来说 输赢很重要 田一龙跟王伟 在乎力气的输赢 所以不想胜之不武 而是用纯粹的力量 与之较量 至于你 虽然认输了 但是你很高兴 所以 女生看重过程 你可以说 但过程一定要进行 哦 小帅哥 你悟性挺高啊 阿依夏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配上那张抑郁风情的脸 让男生方队 一众血气刚风的心声 都看待了 这个时候 洛野也回到了方队中 只听一旁的沈桥继续说道 所以啊 有些时候 女孩子明明很喜欢一个男生 但也能狠下心来分手 直到彻底不喜欢位置 因为过程让他们痛苦 但男生要是喜欢一个人 就会一退再退 不停地降低底线 因为在乎结果 想要拥有一个结果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李浩阳低下了头 思考着这件事情 他提分手 是想要努力 给许小嘉 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是 他想要的结果 但这样痛苦的过程 会让许小嘉 下定决心 跟他分开 尊都假都 你说爱我 尊都假都 嘿嘿 我大爱你了 嘿嘿嘿 洛野寄人回到寝室后 就听到寝室中 传来了积聚令人迷惑的声音 以及王大锤那猥琐的笑容 洛野走进寝室中 疑惑道 锤哥 你在看什么视频 王大锤瞬间关闭了手机 满脸慌张道 你们怎么回来了 不是搬走了吗 来帮男明星拿剩下的东西 洛野坐在了王大锤床边的椅子上 再一次问道 你小子 出轨了 屁话 你在说什么屁话 王大锤脸红得像猴屁股一样 道 这可是于子哥的家子音 什么 洛野也是无比震惊 没想到于秋宇加起来的声音 还挺好听的 也不知道仙女学姐的家子音 不不不 这种事情 他想都不敢想 你跟小鱼的关系 什么时候这么好了 在他们军训的这几天时间 没想到锤哥的感情之路 还在飞速发展 他们暑假的时候吵了一架 和好后 似乎关系变得更好了 锤哥 我们不在寝室 你一个人在寝室中放飞自我 什么恶心的话都说 沈桥模仿着刚刚王大锤的声音 捏着嗓子说道 我当然爱你了 文言 王大锤红着脸怒道 不要给我狗叫 信不信我让你离不开寝室 听到此话 沈桥立刻不出声了 他可是知道的 这家伙是真的什么事情都敢做 将沈桥剩下的东西带回家属楼后 洛爷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中 他捏手捏脚地开门 准备偷偷摸摸地回来 给仙女学姐一个惊喜 刚一进门 他就闻到了一股浓浓的螺丝粉的味道 洛爷小心翼翼地来到了厨房门口 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此时 仙女学姐正在偷偷摸摸地煮螺丝粉 兴许是很久没吃了 小蝉猫学姐 一时兴起地想自己煮一次 学姐缠猫的样子也很可爱啊 洛爷就这样在厨房门口偷看 看着螺丝粉逐渐有了橙色 苏白舟哼着小曲 身穿围裙 左摇一下身体 右摇一下身体 果然 学姐的高冷时装的 少女才是她的本性 暴露了吧 可算是被抓到了 洛爷掏出手机 冒着跪键盘的风险 拍摄了一段视频 随后 她收回了手机 光明正大的暴露了自己 站在厨房门口 她倾壳一声 道 学姐 我的那份呢 听到洛爷的声音 苏白舟愣在了原地 她转头看向洛爷 满脸错愕 很明显不知道 对方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见状 洛爷走了进来 站在仙女学姐的旁边 看向了锅里的米粉 挺多的 学姐确实是煮了两人份 即便 她已经跟新生们 一起在食堂吃过饭了 但那已经是几个小时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她 再吃下一份素食螺蛳粉 没有任何问题 怎么一点 声音都没有 苏白舟似乎已经习惯 在洛爷面前形象丢失了 以至于短暂的惊恶后 她并没有说什么 而是迅速恢复形象 面无表情地说道 因为 我学会了进步 学姐 如果这是在游戏里 你已经被我刀了 哼 如果是游戏里 从你路头的那一瞬间 我就可以秒杀你 嗯嗯 学姐真厉害 没过多久 粉已经煮好了 剩下的配料 只需要热一两分钟就好了 香喷喷的螺蛳粉 新鲜出锅 两人先后从厨房中 端着两个大碗 来到了客厅中 将碗放在了桌子上 稀溜稀溜 落叶抬起头 看向了仙女学姐 问道 学姐 怎么突然在家里煮螺蛳粉啊 想吃 学姐 没想到 这个世界上 还有能让你嘴馋的食物 有很多 还有什么 文言 苏白舟认真的想了想 那思考的样子 着实是令人着迷 望在牛奶糖 小布丁冰棍 黄油爆米花 巧克力 一连四个零食 让落叶愣住了 学姐 你说的这四个 我也喜欢 落叶记得 小时候她有很多爱吃的东西 但是长大后 不知道是不是味觉发生了变化 她都不爱吃了 唯有小布丁冰棍 百吃不厌 从小吃到大 怎么也不会腻 吃完饭后 一阵凉风从阳台吹了进来 早就已经暗下去的天色 似乎有几团阴影 遮住了月亮 屏蔽了仅有的月光 这是要下雨的节奏啊 说起来 似乎每一次军训 都能赶上下雨天 落叶来到了阳台 把衣服收了回来 全都放在了学姐的房间里 吃完饭后 仙女学姐就去洗澡了 用学姐的话说 吃完螺蛳粉 她感觉浑身都变臭了 不过落叶倒是没有这种感觉 她不仅不觉得自己臭 更不觉得学姐臭 甚至觉得 学姐永远都是香香的 她坐在沙发上 电视中 正在播放着一部动漫 狐仙小红娘 其中 女主角的前世 似乎跟仙女学姐有些像 只不过有一些情节比较虐 落叶天生敏感 羡不得相爱之人 却不得善终 所以 忍痛切换了另一部动漫 山贼王 悬赏金高达八百万的山贼王 开局用酒瓶猛锤四黄的脑袋 后者被吓得不敢反抗 很快 仙女学姐从浴室中走了出来 她的浑身上下 竟然就只裹着一件浴巾 裸露出来的皮肤 就像是牛奶一般 必有雪白嫩滑 长腿诱人的同时 流淌着一丝丝眉 有擦汗的水渍 从浴室中出来后 仙女学姐就站在卫生间门口 吹头发 落叶淡定地喝了一口茶 淡定个锤子啊 淡定不了一点 落叶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转头走向了仙女学姐 刚吃完螺蛇粉 别碰我 没等落叶靠近 苏白舟冰冷的目光就看了过来 随后继续说道 不洗澡 别碰我 军训一天的汗水 加上螺蛇粉 落叶都不好意思 跟仙女学姐贴贴了 她二话不说 冲进浴室 打开凉水 真是的 都合租了 学姐还这样不注意自己的穿着 这不是逼她犯罪吗 洗完澡后 落叶从浴室中走了出来 发现客厅的灯已经熄灭了 而仙女学姐早就已经回房睡觉了 落叶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 就像一条失去了梦想的咸鱼一样 双目无神 军训已经过去了一半的时间 终于 方队开始重新整合 男女混合 变成戏院大方队 统一训练 另外 还有个众娱乐表演方队 比如军体权方队 棍树表演方队 急救表演方队等等 一些正部踢不好的人 就会被抽走 去训练娱乐表演 今天的太阳依旧刺眼 计算机器方队 已经列队完毕 等待着教官的到来 起手徐熙年 左右护手分别是郭冰和杨思萌 教官不在的时候 徐熙年就会替教官准备方队 军资等待 没过多久 计算机器的教官纷纷赶来 其中 沈桥是文学系的教官 所以被分开了 当然 训练的场地 依旧是篮球场 而且 文学系和计算机器 依旧在一起训练 不远处 只限沈桥推着轮椅 正缓步走来 轮椅上 坐着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孩子 她闭着眼睛 靠在轮椅靠背上 双目紧闭 面色红润 就像是睡着了一样 她画着漂亮的妆容 看得出来 是一个颇为活泼的清纯少女 妆容 自然是沈桥帮她画的 每一次带着女朋友出门散步 她都会让自己的女朋友 美美地出门 将轮椅推到了一棵树下乘梁 沈桥便来到了文学系大方队的面前 隔壁的计算机大方队前 阿依夏 田一龙 还有王伟 都是默默地看着这一幕 谁也没有说话 落叶开口说道 那时她的女朋友 已经植物人一年多了 文言 就连平日里无比开朗的阿依夏 都默不作声 方队众人得知这件事情后 都表示无比的心疼 沈教官 那帅气的外表下 竟然还承受着这样的事情 这一刻 就连曾经为沈桥痴狂的新生少女们 看向沈桥的目光 都跟之前略有不同了 难怪 即便是方队的班长龙景 那样的新生笑话 沈桥都能像面对普通人一样的对待 原来 他竟然是如此深情之人 落叶低头看了看手机 说实话 方队整合成大方队 一个戏院 只需要两个教官就足够了 这也意味着 训练的主力 变成了阿依夏这类退伍军人 而他们这些被选上的学生教官 拥有了更多的自由时间 这几天的时间 李浩阳都有些郁郁寡欢 随着分手的时间变长 他心中的危机感也越来越大 他有预感 徐小家跟他之间的关系 正在一点一点地走远 落叶坐在他的旁边 看到他这个样子 也是忍不住叹了口气 报 教练啊 现在不忙了 你要不请个假吧 去见见他 嗯 好 李浩阳点了点头 没有犹豫 二话不说 就去跟阿依夏请假去了 他小跑着离开了篮球场 让落叶愣在原地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看样子 教练应该早就想去陷他了 只是他刚刚提起了这件事情 让对方坚定了自己 所以才立刻付出了行动 只不过 女孩子的心被伤过一次后 要想治愈 就需要男孩子的决心和毅力 这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做到的 具体结果如何 还要看教练自己的努力 落叶 这有几个顺拐的 你拉出去单独训练 啊 踢不好的 不是都去娱乐方队了吗 谁知道他们怎么留下来的 三个走路顺拐的心声 被拉到了落叶的面前 眼前三人 两男一女看起来歪瓜裂草的 不是说长相 而是说气质 三人是同道中人 所以此时正互相憋着笑 也不知道是有什么好笑的事情 也许是因为自己顺拐 所以把自己都笑了 向右转 落叶轻声开口 三人中 两人向左转 一人向右转 向右转的人 发现两个都向左转 还以为自己错了 也朝着左边转了两下 落叶 孩子 你们逆天了 军训都一周了 连转向都没搞懂 这怎么训练啊 哪怕是落叶 此时都觉得一阵头疼 而看到落叶头疼的样子 三人终于没忍住 嬉皮笑脸了起来 落叶连批评他们的想法都没有 有的只是满心的无奈 毕竟 有些事情 是天生的 他们也不是没有认真 更不是没有努力 单纯的就是因为 确实搞不懂 休息时间到了后 落叶坐在地上 那三人围了上来 其中一个男生说道 落哥 辛苦了 我们去给你买水 不用了 我不渴 落叶摆了摆手 婉拒了他们 而三人中的女生 竟然跟龙锦是同一个寝室的 他们寝室四人 并不是同一个专业的 其中一个是计算机系的 剩下三个是文学系的 不远处 龙锦走了过来 漂亮的面孔中 明显带着一丝丝的紧张 自从保送江城大学 发现这所学校 有一个知名作者后 他就一直想现一见这个人 而如今 终于来到了这个人的面前 落叶叫官 听到了声音 落叶回头疑惑道 你是龙锦同学 嗯 我来找我室友 龙锦越过了落叶 拉住了这个女生 然后两个女生 快速离开了这里 落叶没多想 继续坐在地上休息 而龙锦离开后 只觉得自己的心跳 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 当然 这只是因为紧张而已 毕竟 他是第一次主动地 去认识一个男生 而且 还没有成功认识 只是说了一两句话 咦 龙锦 你脸怎么这么红 应该是热的吧 龙锦心不在焉地说道 说起来 军训一周 他的注意力 大多数都在落叶教官的身上 每一次想找机会上去认识 最后都没有勇气 而这一次 他室友被落叶教官训练 他也终于有理由 上去说两句话了 可他怎么就这样走了呀 真不争气 龙锦在心中懊恼不已 军训第十二天 已经是军训末期的时间了 大家的心中 都已经习惯了军训的节奏 并且开始进行 为期三天的军训导计时 这段时间 因为军训即将结束 也是大家最没有压力的几天 落叶报名了迎新晚会的节目 所以 这几天军训的晚上 他都不在 而是去参加迎新晚会的彩牌了 他要在迎新晚会上 为大家演唱一首歌 有点甜 只不过这一次跟上一次不一样 这一次 舞台是他的主场 而仙女学姐 应该也会出现在观众席上吧 一年的时间 他已经可以独自一人站在舞台上 面向这一届的新生 也许这就是成长吧 不过今天的军训 还是要继续进行的 今天的天气是阴天 不远处 计算机系大方队 正在进行军训正式开始前的半小时军资 洛也并没有管计算机系 而是来到了操场上 去看其他方队的军训了 他坐在操场观众席的台阶上 而王大锤 坐在他的两边 两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同一个方向 只见主席台前的橡胶跑道上 于秋雨站在一个方队前 而方队整齐划衣 听从助于秋雨的口号 这个运动风格女孩 穿上军装的样子 也是颇为帅气的 把王大锤 都看待在了原地 只不过毕竟经过了十几天的军训 此时的于秋雨被晒黑了一些 让原本就有些黑的他 都快跟王大锤一个颜色了 包括落爷也是一样 比军训第一天要黑了两三个度 只有沈桥 即便风吹日晒 也没有被晒黑 真不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为什么会这么大 休息时间 于秋雨来到了王大锤旁边 三人并排坐在一起 后者连忙从书包里 逃出了一瓶可乐 递给了于秋雨 道 于子哥 还是凉的 快喝 谢谢锤子 于秋雨打开可乐 痛饮了一口 随后目光看向了落爷 又疑惑地看向了王大锤 道 落爷的那一份呢 我不知道他会来 没满 于秋雨露出了无语的表情 随后 他叹了口气 啊 其实军训还是挺好玩的呢 马上就快要结束了 怪可惜的 对 我觉得军训强度还不够 如果我是新生 我就提议 让军训的时间 从半个月延长到一个月 而且训练强度也太低了 应该加倍训练 听到了王大锤的发言 落爷面无表情地说道 你这是自己淋过雨 就把别人的伞给丢了呀 说完 落爷想了想 又说道 不过 军训虽然是一段不错的回忆 但跟高中一样 只适合回忆 不适合继续 对我野娃子 我看到了好几队 穿着军训服的情侣 颜值都挺高的 这军训十来天 他们就在一起了 这完全就是新鲜感吧 文言 落爷眉头一挑 问道 锤哥 你还关注这些 是啊 想当初我跟雨子哥 从相识 到了解 再到在一起 用了多长时间 军训这十来天的时间 他们彼此都还没有了解 就谈恋爱了 万一以后觉得不合适 那不就分手了吗 听到此话 落爷摇头说道 在一起只是一个开始 而这个开始 可以是任何形式 说到底 只要能走到最后 怎么开始的并不重要 但这个社会 很难有两个人 从一而终 唉 唉 两人同时叹了口气 多愁善感了起来 一旁的于秋鱼嘴角一抽 道 你们两个有父之父 还又愁起来了 不敢 王大锤摆了摆手 道 我的意思是 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对你的爱是 永远不会变的 是吗 锤锤 是啊 小鱼 落爷 他的心中 浮现出了一阵恶心的感觉 没想到在寝室中 那么猥琐的锤歌 竟然在小鱼面前 是这个样子的 他有一股生理上的不适 有些不能接受 王大锤像的家子一样 在这里说情话 我走了 落爷站了起来 这个地方 他是一分一秒 都待不下去了 突然 手机在口袋中 震动了起来 落爷低头一看 发现竟然是 仙女学姐的来电 喂 学姐 怎么了 我来学校了 听到此话 落爷下意识地四处张望一下 问道 你在哪里啊 办公室 有份资料要交上来 我现在出来了 计算机器的办公室 就在篮球场后面 只隔着一条水泥路 落爷连忙朝着办公室的方向跑去 却在路过篮球场的时候 被阿依夏给叫住了 喂 落爷 该你训练了呀 他们几个教官轮流训练方队 手机中 苏白舟似乎是听到了阿依夏的声音 他淡淡说道 那你先训练 我在外面看一会儿 嗯 那好吧 学姐 落爷回到了篮球场 而篮球场的铁网外 一个女生站在那里 她戴着一顶大大的遮阳帽 身穿朴素的白色半袖 和黑色的长裤 因为衣着比较宽松 看不出来身材 遮阳帽又遮住了半边脸 所以 没人将她认出来 也没人知道 她长什么样子 即便如此 通过气质 也能大概判断出来 这是一个美女 篮球场一共有两个大方队在训练 分别在球场的两端训练 她的视线中 落爷走向了计算机方队前 开始发号施令 训练方队的正步 没想到 小学弟认真工作的样子 还挺帅的 果然跟家里的时候不一样 遮阳帽下的嘴角微微上扬 苏白舟掏出手机 准备拍一张落爷的照片 他们之间总是这样 默默地为对方记录生活 她拍她 她拍她 他们加在一起 就是生活的全部 突然 落爷率领方队 来到了篮球场的边缘 整齐华一的方队 踢着正步 浩浩荡荡地站在了铁网旁边 苏白舟微微一愣 似乎是猜到了 落爷想做什么 他站在原地 看着面前这一群落爷的兵 在他眼里 落爷交出来的心声 一个个都有落爷的影子 眼前心声的样子 彭扶去年刚刚入学的落爷一样 全体都有 向左转 听到命令 方队全体转动了身体 面向铁网 也就是苏白舟的所在地 突然面向铁网外面的一个女生 众人都有些茫然 唯有徐熙年猜到了一些东西 领导好 落爷突然说道 这一声 直接把众人给喊猛了 不知道 为什么突然冒出来这句话 还是徐熙年反应比较快 他大声开口说道 大家一起喊 嫂子好 落爷 他不是这么说的 听到此话 所有人都反应了过来 大家的脸上 出现在止不住的笑容 齐声声开口 声音响彻了整个篮球场 嫂子好 高昂的声音 响彻了整个篮球场 甚至比他们平时喊口号的声音 还要洪亮 另一边的文学系方队 也被吸引了注意力 正在训练的新生 一个个转头看了过去 但具体发生了什么 都被计算机方队给挡住了 根本就什么都看不到 沈桥瞬间明白 发生了什么 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而本就离计算机方队不远的 阿依夏基人 也是露出了疑惑的表情 身为计算机系营长的他 皱了皱好看的眉头 有些不满地说道 搞什么呀 军训呢 喊的什么东西 这也是落叶一开始 喊领导好的原因 毕竟军训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 如果路过的 真的是某位学校领导 那么喊一句也在常理之中 可没想到徐熙年这小子 竟然会直接开口叫嫂子 这小子平时看着 也不像这样的人 不苟言笑的 没想到一开口 就是如此令人吃惊 只能说 这小子表面上不动声色 实际上心里的小想法 比谁都多 军训十几天的时间 徐熙年也早就跟大家混熟了 虽然还是有些严肃 但并没有一开始那样的设恐了 你们好 苏白舟轻声开口 回应了方对众人 随后 他来到了铁网边 从自己的小胯包中 掏出了一瓶冰镇 AD盖 通过铁网的缝隙塞了进去 洛爷走向前 接过了这瓶AD盖 导致在场中人一阵唏嘘 满脸暧昧 都严肃点 洛爷回头立声一句 不过现在这种情况 已经没人会听他的命令了 那我先回周夜了 你慢慢训练 嗯 手中的冰镇 AD盖很凉 很舒服 里面装了满满当当的 都是仙女学姐的爱 这个时候 方队中的郭冰突然说道 给我喝一口 话音刚落 其他人也纷纷起哄 争先恐后地说道 一人一口 我也要喝 哈哈 随着军训的时间推移 他们早就没有了一开始 对洛爷的意见 恰恰相反 他们现在很喜欢洛爷 这个人平时虽然有些高冷 但偶尔也会有可爱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 那三位退伍军人 训练得没轻没重的 有些时候 一个人的失误 全对人受罚 而且罚得很重 真的会让人累到受不了 都是洛爷教官 帮他们争取到了休息的时间 如果说 那三位退伍军人 完完全全的 就是在抓训练 那么洛爷教官 更看重的就是 对于军训的体验 虽然是军训 但他们终究不是真正的军人 而是一群刚刚踏入 大学校园的新生 干什么的都 一声锐利的声音传来 原本吸皮笑脸的众人 被吓了一跳 一个个的大气不敢出 三位退伍军人 是他们最害怕的人 直接阿依夏 田一龙 还有王伟三人 来到了旁边面前 阿依夏问道 洛爷 知不知道现在是训练时间 你跟他们干嘛呢 洛爷是连长 而阿依夏三人 是营长和副营长 官职比较大 刚刚有个领导过去了 洛爷脸不红心不跳地说道 领导 是我耳背了吗 阿依夏来到了洛爷的旁边 原本极为生气的表情 瞬间变化成调皮的笑容 他用肩膀碰了一下洛爷 就像好兄弟一样 用暧昧的小眼神说道 我怎么听见的是嫂子呀 营长 你听错了 洛爷淡淡说道 哦 那领导人呢 走了 这么说 我是羡慕到了 阿依夏有些生气道 是的 行 那就受罚吧 全体都有 趴下 平板支撑五分钟 大家已经麻木了 当即就趴在地上 用双手支撑着身体 说完 阿依夏看向了洛爷 疑惑道 你怎么还站着 听到此话 洛爷猛了一下 已经趴下的方队众人 也是开始憋笑 那个 阿依夏同学 洛爷凶他 求情 行 求情同罪 你也趴下 刚刚开口的李浩阳 也被波及到了 那个 田一龙跟王伟也准备开口 刚说了两个字 就被阿依夏给打断了 趴下 两人乖乖趴下 见所有人都趴下了 阿依夏思索片刻 认真说道 都趴下了 那我也趴下 万万不可呀 使不得使不得 机位教官 其刷刷地站了起来 劝阻着阿依夏 只见阿依夏微微一笑 啊 还是学校有意思 大家站起来吧 另一边 文学系方队中 众人看向计算机方队的方向 只觉得 他们看起来 似乎非常快乐 军训还在继续着 很快就到了彩排的那天 分裂式进行曲 响彻了小半个学校 教官说过 这首曲子的重拍 就是正步的节奏 跟着曲子踢正步 甚至不需要口号 也能把正步踢好 终于 彩排结束后 明天就是开幕式 也宣告着 军训会在明天上午彻底结束 不出意外的话 这会是大家人生中 最后一次军训体验 而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 也即将开始 彩排结束的当天眼前 也是迎新晚会的彩排 落叶来到了演艺中心 陷到了学生会长刘江来 以及大学生艺术团的其他人 咦 徐良学长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落叶 舞蹈社团的徐良 也是江城大学的校草之一 他有一段舞蹈 要在迎新晚会上表演 落叶学弟 你上台表演的话 他应该也会来的吧 不知道呢 落叶想了想 如果学姐忙的话 我就让我室友拍视频给他看 他应该不忙 一旁的刘江来走过来笑道 文言 落叶疑惑道 为什么这样说 以苏学姐的性格 应该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耽误你 而是因为你 耽误其他事情吧 所以 对于他来说 你才是那个 让他忙到没功夫 处理其他事情的缘由吧 听到此话 落叶微微一愣 随后 他笑了笑 我当然知道 文言 刘江来跟徐良 都是愣了愣 见落叶如此有底气 他们心中明白 落叶的心中 之所以如此有底气 正是因为苏学姐对 他那毫不隐藏的爱啊 落叶学弟 你确定要唱有点甜这首歌吗 我记得 这首歌需要合唱吧 刘江来好奇地问道 落叶点了点头 道 是啊 不过 到时候 我在观众席随便找个人合唱就是了 我觉得应该会有人愿意吧 文言 刘江来愣了愣 随后笑道 是啊 我可是听说了 你在心声中挺有名的 到时候 应该会有很多人愿意跟你合唱 嗯 落叶并没有继续说什么 而是走上了彩排的舞台 独自将这首歌唱了出来 彩排结束后 他回到了家属楼中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今天比较忙的缘故 明明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但仙女学姐还没有回来 落叶在家里喂了猫后 就下楼旗上了自己的小电驴 一路来到了学校门口 周夜书屋 门口亮着温馨的灯光 书屋中也是灯火通明 透过透明的窗户 能够看到二楼有人正在看书 其中一个是一位漂亮的长发女生 正安静地看着书 而仙女学姐竟然坐在她的对面 两人似乎是认识的人 没过多久 坐在窗边的苏白舟 注意到了楼下的落叶 她转头看向了面前的女生 似乎是在说住什么 随后 她站了起来 离开了座位 半分钟不到的时间 她走下了二楼的楼梯 来到了一楼 走出了书屋 朝着落叶的面前 诞生问道 你怎么来了 学姐 这么晚了还不下班啊 以后会越来越晚的 毕竟书屋开在在江城大学 这样的高校对面 很多同学会 学习到很晚的时间 书屋并不是单纯的卖书 而是一个能够安静看书的地方 学姐 你在上面跟谁一起看书呢 文言 苏白舟看向了二楼窗边的那个女孩 她面无表情地说道 是下下在江城一科大学的同学 我跟她也算认识吧 她是被下下介绍过来看书的 书屋中 也有很多医书 都是苏白舟收集过来的 有些书籍 比如 青春还在继续 都是不受卖的 只能在书屋中看 医学院的学生啊 落叶喃喃说道 只见二楼那位漂亮的长发女孩 也注意到了楼下的场景 她露出了一个甜美的笑容 冲着苏白舟 跟落叶两人打了打招呼 因为距离并不远 所以落叶能够看到 她的手腕上 戴着一个黑色的手环 落叶礼貌地回礼 苏白舟继续说道 下下说她有先天心脏病 学医是为了救自己 这样啊 落叶看向了书屋的大门 露出了欲言又止的表情 想进去 想 不准你进去 学姐 落叶眼巴巴地 看着面前的仙女学姐 苏白舟别过头 轻声哼了一声 转身就准备回到书屋中 不过在进入书屋前 她回过头 淡淡说道 我想喝奶茶 一会儿给我送到二楼来 好 落叶郁闷的表情 瞬间变得高兴了起来 她骑着粉色小电驢 就去隔壁奶茶店 买奶茶去了 看样子 书屋的生意 已经稳定下来了 回到书屋二楼后 苏白舟坐在了 那个女生的对面 舟舟 这就是下下口中的 你的男朋友呀 嗯 挺晒的腰 我也觉得 她很帅 看到苏白舟面 无表情地承认 落叶很帅 女生短暂地愣了愣 随后扑斥一声 笑了出来 笑什么 笑你获得了幸福 笑你可爱 谢谢 因为不太熟 只是因为篱下的原因 算得上是认识 所以 苏白舟的语气有些生硬 赵旨 你看的不是医书 苏白舟突然注意到了 眼前女生正在看的书 似乎是一本小说 并非是医书 医书看了半天了 我看看小说放松一下 说着 名为赵旨的女孩 将小说盒上 录出了这本小说的名字 青春还在继续 周野书屋限定版 只有一套 只有在这里可以看到 这本小说写得真好 我都看入迷了 话说回来 这本书 真的是作者的自传吗 听到此话 苏白舟的目光 看向了眼前的女生 一时间并没有说什么 赵旨也没有在乎 而是翻开了书 继续看了起来 片刻后 苏白舟轻声开口 单单问道 你希望 书中的故事是真的吗 当然希望了 我也想活在这么美好的世界中 或许 可以幸福一辈子吧 话音刚落 落也鬼鬼祟祟地 出现在了二楼的楼梯口 手中悬提着两杯奶茶 学姐 因为是安静的书屋 所以落也压低了声音 就像做贼一样 好在天色已晚 二楼人不多 只有苏白舟和赵旨看了过去 赵旨捂住嘴巴 无声地笑了笑 而苏白舟面无表情地看着落也 示意他过来 两杯奶茶放在了桌子上 一杯是学姐的 另一杯是赵旨的 虽然学姐只说了 自己想喝奶茶 但是落也也不会只给学姐一个人买 周周 你男朋友好细心呢 谢谢你了 小野同学 你怎么知道我叫什么 学姐跟你说的 不 赵旨神神秘秘地说道 因为我会魔法 文言 落也一愣 学姐说的没错 这是一个十分开朗的女孩子 开玩笑了 因为这家书屋叫做周也 周周是殿长的话 那你的名字 一定有一个也字吧 你猜对了 落也笑了一声 道 我叫落也 欢迎来到周也书屋 在这里 你会看到最精彩的故事 会遇到世界上最好的人 那 我会幸福吗 突如其来的一个问题 让落也神色一正 她注意到了 女孩手腕上的黑色手环 这才注意到 这是心脏监测手表 学姐刚刚说过 这位来自医学院的学姐 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会 不等落也说话 苏白周便开口说道 周也书屋 是以幸福为主题的一家书屋 所以 我希望所有人 都能够获得幸福 回想起自己过去的事情 而那些 都已经全都过去了 她跨越了痛苦 甩开了阴霾 拥有了现在 生活也变得鲜活了起来 所以 她也希望 会有更多的人 能够跟她一样 文言 赵指微微一笑 她站了起来 江书和尚 道 天色不早了 我要回去了 嗯 苏白周也站了起来 赵指走出书屋后 她回头看了一眼 这个温馨的地方 对苏白周两人说道 我会常来的 随时欢迎 苏白周原本冷漠的表情中 露出了一丝丝的笑容 显然 她对于这个女生 也很有好感 关闭了书屋的门 洛爷已经在小电驴上 等候多时了 学姐 秦学姐呢 偷懒去了吗 文言 苏白周走了过来 坐在了小电驴的后座上 淡淡说道 她这祭天太累了 给她放了一天假 原来是这样 学姐 我觉得你也太累了 后天你也放的假吧 那书怎么办 有老公在 闭嘴 哦 洛爷面无表情 但心中窃喜 又偷偷占了学姐 一丝丝便宜 她骑着小电驴 载着仙女学姐 准备回家属楼 回到家后 洛爷坐在沙发上 将电视打开 看起了死神小学生 学姐 明天晚上有迎新晚会 你要来吗 没空 苏白周站在卫生间中说道 她正在照镜子 很认真的 顶着自己的脸 只见她左侧的脸上 尝了一个红红的痘痘 注意到仙女学姐的样子 洛爷站了起来 来到了镜子边 惊讶到 学姐 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都尝痘了 你看错了 我没尝 话音刚落 洛爷的手已经摸了上去 碰到了这个红彤彤的痘痘 还说没尝呢 学姐 苏白周把洛爷的爪子拍开 然后很是心痛地 看着自己的脸 好了学姐 我明天买一些趋痘的药膏 很快就能好的 我脸上肠痘痘了 苏白周面无表情地 说了这么一句话 虽然语气平淡 但明显有一丝丝委屈的 情绪蕴含其中 学姐 放心 很快就能好的 而且 就算学姐满脸痘痘 也不影响我对你的爱 你才满脸痘痘 没有女生不暧昧 苏白周白了一眼洛爷 然后走出了卫生间 坐在沙发上 他掏出手机 似乎是在跟谁聊天 洛爷站在沙发后面 看到了仙女学姐的手机屏幕后 他惊讶道 学姐 你真是个天才 知道这个时候要找小姨 小姨可是这方面的专家啊 文言 苏白周依旧没什么表情 但心中已经有些得意了起来 虽然洛爷说的这句话 就跟红小孩一样 但是 洛爷夸他是天才 他很高兴 天色不早了 洛爷回到房间中 准备将明天的更新内容写出来 等明天军训结束 迎新晚会也结束后 他就不需要每天晚上马自了 但却要进行繁忙的大二课程了 不过比起军训 他还是觉得上课比较好一些 毕竟 上课可以不听 一决过去 洛爷六点就醒过来了 因为军训的缘故 洛爷在这段时间 养成了早起的习惯 而今天 正是军训的最后一天 闭幕室上午就要开始了 他走出房间 先是去喂了猫 然后猛然发现 这洛友义 是不是比军训前瘦了一些 不仅心生军训了 难道这洛友义 也偷偷摸摸地 给自己军训了 看样子 被苏友才嫌弃这件事情 让洛友义被受打击 终于是发愤图强 努力减肥 将猫粮到进猫碗中后 洛爷搓了 搓苏友才的猫头 又拍了拍洛友义的尾巴根 随后便来到了 仙女学姐的房间门口 15-9点才开始营业 现在还早得很 洛爷敲咪咪地 打开了仙女学姐房间的房门 看到了熟睡中的仙女学姐 房间中 有些凉酥酥的感觉 墙壁上 空调的温度是20度 而仙女学姐蜷缩在被子里 只露出了乱蓬蓬的头发 开空调 盖被子 这样睡觉 确实挺舒服的 洛爷突然想起了 一件好玩的事情 他把空调关了 窗户也给打开了 随后 他关上了房门 下楼给学姐买早饭去 半个小时候 他回到了客厅中 将早饭放在桌子上后 他再一次来到了仙女学姐的房间门口 打开房门 他看向了床上 果然 睡梦之中 感觉到温度的上升 仙女学姐把被子给踹开了 因为是夏天 所以长袖的睡衣 他已经不穿了 取而代之的是白色的睡裙 睡裙很短 好在裙下是安全裤的设计 并不会走光 好吧 下面不会走光 不意味着上面不会走光 吊带睡裙 本来就是低胸 再加上学姐的睡姿 已经让春光外泄了出来 大早上的 洛野很焦躁 而且 即便裙下是安全裤的设计 但那双又白又长的诱人欲腿 对于洛野的视觉冲击 依旧是难以抵挡的 跟这么个人间有物同居 洛野真怕自己 哪天一个没忍住 做些什么羞羞答答的事情 他退出了房间 准备去魏军训的闭幕室 做准备了 今天的天气不错 应该是大太阳 因为是军训的最后一天 所以大家都很积极 仅仅七点出头 几乎所有新生 都已经在操场上集结了起来 这个时间点 甚至还能再彩排一次 彩排途中 仙女学姐起床了 并且给洛野发了个消息 周夫人 空调坏了 洛先生 怎么了学姐 周夫人 我记得我没有设置定时 但是我醒来后 空调竟然关了 看到这条消息 洛野忍不住露出了笑容 洛先生 学姐 窗户也坏了 家属楼中 看到这条消息的苏白舟 看向了房间的窗户 她记得 昨晚开空调的时候 应该把窗户给关了才对 以苏白舟的冰雪聪明 自然瞬间 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 周夫人 学弟 谢谢你贴心地 帮我关了空调 今天晚上 我会奖励你 看到手机中 弹出的这条消息 洛野嘴角一抽 心中不但没有喜悦 甚至还觉得自己完蛋了 她手欠就算了 嘴也欠 竟然把这事告诉仙女学姐了 军训结束了 身穿军训服的新生们 有序离开了操场 然后在操场外的小路上 队形散开 回宿舍的几条小路 都被新生们给挤满了 大家迫不及待地回到寝室 准备将军训服换下 告别自己最后一次的军训 大家的校园生活 也正式开始了 而洛野这边 教官群中 阿依夏发起了聚餐邀请 他来自江省 刚上大学就蹭了军 还没有品尝一下江城的美食 所以希望洛野三人 带着他们三个退伍军人 去吃个饭 对此 大家都很愿意 毕竟军训的这半个月 大家相处得都不错 已经成为了不错的朋友 洛野并没有去家属楼 而是回到了寝室中 毕竟 白天的时候 学姐不在家属楼 她回去也没什么意思 中午的时候 除了沈桥回家属楼了 剩下三人都在寝室中 教练 我记得前阵子 你去找徐小佳了 怎么样 因为忙于军训 又不住寝室了 所以洛野还没问这件事情 唉 李浩阳叹了口气 面色有些难受地说道 他不见我 不见 听到此话 洛野瞪大了眼睛 不可思议地说道 他说不见 你就真不见了吗 我没有 这段时间 我找了他很多次 但是他都不见我 闻言 洛野的脸色 这才缓和下来 要是徐小佳说不见 李浩阳就真没去找他了 那他们这段关系 算是完蛋了 好在 教练虽然情商低 但是也没有低到 让人无法接受的地步 这样看的话 徐小佳应该是心里有怨 你应该先让他高兴起来 怎么做 李浩阳认真的请教 我怎么知道 那是你女朋友 你应该比我了解得多 洛野说完 李浩阳就坐在了 自己的椅子上 陷入了沉思之色 另一边 正处于热恋气的王大锤 正咧着嘴巴 满脸笑容地盯着自己的手机 手指飞快打字 手速都快赶上洛野了 这聊天速度 让洛野都觉得有些扎舌 眼前这两个人 一个没头脑 一个不高兴 一个傻子 一个闷子 高兴也好 难受也罢 都是因为爱情 洛野叹了口气 问道 啥时候吃饭 吃饭 吃饭 两人同时抬起头 注意力瞬间就被吃这个字给吸引了 好吧 除了爱情以外 吃饭也很重要 天大地大 吃饭最大 三人离开了寝室 前往学校门口吃饭 军训结束后 身穿军训服的新生 已经很少了 但也不是没有 有一些新生 是先来学校门口吃饭 再回寝室 所以 学校对面的街边 依旧能够看到 身穿军装的新生在溜达 来到了经常去的那家餐厅 已经不需要三人点餐 老板就知道 他们要吃什么了 香喷喷的饭菜 端到了桌子上 王大锤刷着手机 似乎是看到了什么新鲜的消息 他有些期待到 我去 咱们学校对面 新开了一家书屋 叫周野书屋 听说里面有美女员工 书屋 上次提到过的书屋吗 李浩阳问道 应该是了 锤哥 有夫之夫了 你怎么还一天到晚的美女美女 落野有些无语道 咱们这叫欣赏 你不懂 我又不懂了 就你懂 被小鱼发现 我看你还懂不懂 去看看吗 王大锤期待地看向了落野 你想去吗 落野突然神神秘秘地说道 当然想 别误会 我只是想见识一下 这么多人说书屋中的员工都是美女 这家书屋 到底有什么神奇的地方 没有照片吗 没有 王大锤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 这家书屋的网络评价中 都在说 有个员工是长相漂亮 身材极佳的美人 但是没有人真正的拍照 毕竟 没事拍人家员工发网上 确实也挺不礼貌的 李浩阳没有说话 看起来魂不守舍的 三人吃完饭后 就起身来到了书屋门口 两位 既然来了 一会儿进去 一定要消费一番 如果你们进去之后 空着手出来 就别怪兄弟 我翻脸不认人了 文言 王大锤瞪大了眼睛 道 野娃子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说得跟你是这家书屋的老板一样 我不是老板 但也跟老板没什么区别 三人踏进了书屋中 一股清新的花草香味迎面而来 令人心旷神疑 一楼是卖书和点奶茶面包的地方 二楼是看书的地方 所以 一楼要比二楼吵一些 不过 一楼只是比二楼吵 这不意味着 一楼真的吵 相对于外界 这家书屋的整体 都非常安静 率先映入眼帘的 是坐在前台 正盯着手机 看的秦宇文 注意到来的客人后 秦宇文抬起了头 却发现是落叶三人 你们怎么来了 秦学姐 怎么是你啊 王大锤跟李浩阳两人 无比惊讶 啊 小学弟没跟你们说吗 这家书屋 可是周周开的 我在这里很正常吧 此言一出 王大锤转头看向了落叶 露出了审视的神色 落叶倾咳一声 道 我说了 不能空着手出去 野娃子 你不厚道啊 苏学姐开店 你现在都没告诉我们 还是我们主动来才发现的 不能空手而归 落叶我行我素地重负了一遍 行 王大锤摆了白手 开始在四周找书 看看要不要买一些什么 李浩阳也是如此 见状 落叶坐在了前台对面的凳子上 问道 秦学姐 你刚刚在干啥呢 看动漫呀 秦宇文歪了歪头 露出了挂在耳朵上面的蓝牙耳机 只要不影响上班 苏白周都是放任秦宇文的 毕竟 书刚刚开业 苏白周能给的工资有限 秦宇文能来 已经帮了他很大的忙了 而秦学姐也确实很努力 但无聊的时候 总不能原地愣神 所以就追个慢 学姐去哪里了 周周经常在二楼待着 二楼非常安静 他可以在那里画漫画 同时 他也负责二楼的客人 毕竟 苏白周可是周野书的老板 自然不可能在一楼抛头露面 只有想看书的人 来到二楼 才能够看到他 又因为他一直坐在桌子前 要么看书 要么在画画 以至于 如果不是熟人或者老顾客的话 基本没人知道 他是老板 而书屋开业 就算加上暑假那半个月的市营业 也才刚刚一个月的时间 哪里有什么老顾客 所以王大锤说 这家书屋的员工是美女 说的是秦宇文 还没有人说 这家书屋的老板怎么样 目前还没人知道 这家书屋的老板是谁 此时 书屋门口 一个身穿军驯服的男生 来到了这里 他看了看上面周野两个字 男男说道 这就是洛教官说的 周野书屋吗 身穿军驯服的青年 一脚踏进了书屋中 秦宇文抬起头 就看到一个长相 很是帅气的学弟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他眼前一亮 当即问道 要喝什么吗 文言 徐熙年看了一眼菜单 露出了沉思的神色 似乎 他没被认出来 也对 秦宇文从来没有见过他 他倾咳一声 装作深沉地说道 冰可乐 好 秦宇文点了点头 见这位学弟有些帅气 他又多看了两眼 随后说道 买书在一楼结账 二楼是看书的地方 嗯 徐熙年点了点头 随后发现 此时的一楼中 还有一位熟面孔 是李浩阳教官 不过李浩阳教官没看到他 正坐在不远处愣神 徐熙年左看右看 不过注意力都不在书架上 而是时不时地 看向秦宇文的方向 一杯冰可乐 他将提前买好的可乐 倒进了杯子里 掺了一些冰块进去 然后塞了一片柠檬 插了一根吸管 同学 你的冰可乐好了 嗯 因为害怕被秦宇文听出声音来 所以徐熙年很是沉默寡言 能少说话 就少说话 他在书架上随意地抽一本书出来 来到了前台 将装着冰可乐的透明玻璃杯拿了起来 坐在了一楼窗户旁边 见状 秦宇文劝道 这位同学 看书最好是去二楼 一楼有客人招待 会打扰到你 不用 徐熙年轻声开口 坐在窗边 看起来有一股神秘的孤独感 秦宇文微微一愣 好有个性的心声啊 此时 洛野正在二楼 坐在桌子前看学姐的漫画 被做成实体书的不只有他的小说 学姐也把自己的漫画给做成实体书了 而苏白舟坐在另一张桌子前 跟他隔空对望 桌子上 有一个二维码 上面写着扫码点单四的大字 好奇之下 洛野扫了一下 想看看都卖些什么 可乐 雪碧 龙井 铁观音 原味奶茶 拿铁 美式 卡布奇诺 可可 免费纯净水 饮品 目前就只有这十种 美食 可丽饼 讨尝 千层蛋糕 黄焖鸡米 嗯 美食区并不多 暂时还只有四个 这黄焖鸡米面 是什么鬼 真的有着重东西吗 真的能做出来吗 黄焖鸡米面 周野书乌特色 也就是说 可能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 拥有这种东西 好奇之下 洛野点了一份 不贵 只需要八块钱 不是 八块钱 那这也太便宜了吧 只见仙女学姐突然站了起来 走下了楼 看得出来 这份美食 应该是学姐亲自去做的 洛野和上了漫画 也跟了下去 一楼 苏白周走进了前台的区域 前台下面的柜子里 似乎是有什么东西 难道是锅 在书屋做饭 是不是有些不太好啊 这样想着 洛野继续看了下去 只见仙女学姐 从前台下面的柜子中 掏出了一盒 方便面 方便面的盒子上 印着周野书屋的招牌 以及黄焖机里面五个大字 还有两个小人 分别是洛野跟苏白周 在漫画中的形象 在泡面的盒子上 嗯 洛野瞪大了眼睛 因为泡面盒子上 男主角跪在粉色键盘上 而女主角正居高临下的 看着男主角 过分 简直太过分了 见苏白周端着泡面 回到了二楼 洛野也跟了上去 回到二楼后 苏白周并没有把泡面 放在洛野的桌子上 而是放在了自己的桌子上 直接开始吃了起来 洛野人都傻了 这款泡面 应该是仙女学姐自己设计的 提前将黄焖机的配料包做出来 放在面中 热水泡熟就可以吃了 还真是方便啊 洛野撑着下巴 看着对面桌子上 仙女学姐正在吃泡面的样子 随后 她掏出手机 对着仙女学姐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 学姐吃着泡面 而泡面盒子上 清晰无比的黄焖机里面的大字 让人一眼就能注意到 美女吃泡面 学姐真好看 注意到自己被偷拍了 苏白舟抬起了头 面无表情地盯着洛野 洛野笑眯眯地与其对视 片刻后 苏白舟站了起来 将已经吃完的泡面 放在了洛野的桌子上 丢了 平淡的语气脱口出 洛野无奈一笑 只能将这个泡面 丢进门口的垃圾桶中 教练跟锤哥已经离开了 他们一人买了一本书 并没有等洛野 毕竟 洛野能在这里待上一天 他们可不行 一楼窗边 看到一位身穿军训服的熟面孔 洛野微微一愣 惊讶到 你怎么 嘘 徐新年僵实直抵在了嘴巴前 示意洛野不要多说 洛野瞬间反应了过来 他装作不认识徐新年的样子 也准备离开书屋了 军训结束 他下午还有课程 而新生是直接放了两天假 没过多久 徐新年站了起来 再一次来到了前台 将这本书放在了上面 道 多少钱 这本是正版 定价是45块钱 我们刚开业 打八折 你给36块钱吧 好 二楼跟一楼 有什么不一样吗 徐新年问道 二楼相对安静 在二楼看书需要付钱 大厅区一块钱一小时 包厢五块钱一小时 这么便宜 刚开业吗 嘿嘿 秦玉文笑了笑 这一笑 直接笑到了徐新年的心坎上 让他愣在原地 脸色瞬间通红 他转过了身体 背对秦玉文 洋装淡定道 我走了 秦玉文 嗯 欢迎下次光临 听到这句话 徐新年沉默了一下 果然 他的性格跟在网上一样 反应迟钝 他离开了书屋 目视着他的背影 秦玉文心想 这一件的新生颜值 还是挺高的 嗯 等等 这个新生 怎么知道 他叫什么名字 秦玉文疑惑了起来 突然 他的手机响了一下 他低头一看 直线超级真弹 再一次给他发了消息 初次见面 秦玉文学姐 看到这条消息 秦玉文目光呆滞了起来 随后 他心中猛然一突 呼吸也变得有些急促了起来 刚刚那个小帅哥是 阿淡 这小子 低头看着这条消息 秦玉文愣了一会儿 随后叹了口气 终于 数天的无视和胆怯 就在这一刻 画上了句号 我熊大你随意 那就初次见面了 回学校的路上 徐熙年终于收到了 秦玉文的回复 他的嘴角露出了 轻松的笑容 军训期间的所有压力和郁闷 就像一颗石头一样 压在他的胸口 如今 终于消失不见了 终于消失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